又到了我们说书的时候啦 哈喽 嗨嗨 又到了每个礼拜六的 提醒你一下 大家有没有觉得稍微有点不习惯 这周怎么只有 提提来讲生肖运势 因为这周的工作关系 所以周末就没有办法跟妈妈一起录 那这次呢 就由我来独挑大量 跟你们讲12月6号到12月12的生肖运势了 好啦那我们先来讲健康要注意的生肖 健康要注意的生肖呢 第一个是属兔的 属兔的这一周啊 有严重的情绪问题 情绪问题会导致你的失眠问题 如果啊真的睡得很不好的话 建议你少摄取含咖啡饮料 不管是什么可乐啊 茶啊 或是咖啡啊都少喝一点 那如果真的还是很难睡的话 建议可以吃一些退黑激素啊 或者是钙啊 美钙这方面的保健食品 都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入眠哦 还有第二个 因为你的情绪问题 导致你跟家人之间的失和 尤其是夫妻方面 这点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好那第二个 要注意健康的生肖是 属牛的 诶属牛的怎么又上榜啦 都已经维持好几周 健康问题很严重了 而这一周的健康问题 还是肠胃炎哦 肠胃炎绝对是因为 你的暴饮暴食 导致消化不良而产生的 千万要好好的控管你的饮食问题 也属牛的朋友们 接下来啊 第二个问题是 失眠的问题 你这个失眠的问题 也是因为肠胃不适而造成的哦 像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也真的很常 因为肠胃不适 导致晚上都辗转难眠 这点真的要好好的小心防范了 那第三个呢 生肖是属鸡的生肖 属鸡的生肖 这周也跟上周一样 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你太爱吃了 真的要少吃一点 不管是什么油炸类啊 腌漬类什么泡菜啊 酱瓜这种都要少吃啊 会对你的肠胃比较好 哦 请勉强地说 要怎么化解以上的问题 属兔的呢 要记得穿红上衣 那属牛的呢 床头可以放一下音乐盒 那属鸡的话呢 没什么 就是几口就好了 好啦 那接下来我们讲 工作要注意的生肖了 工作要注意的生肖 第一个三颗星的生肖 是属龙的 属龙的上一周其实不是很好 而且你还是 唯一的那个工作运 特别不好的生肖 但是这周呢 由黑转红 真的是非常的恭喜 你的属龙的朋友们 属龙的朋友们啊 这周呢 非常有活力 有热情 你的活力跟热情 就反映在你的工作表现上 你这周的工作运 真的是可圈可点 因此而得到老板的赏事 业绩会飞黄腾达 非常非常的好 那第二个呢 工作运非常好的 那就是属羊的生肖啦 属羊的生肖啊 这周啊 工作非常忙碌 心情特别的好 那当然啦 有钱赚的话 我当然很开心 诶不过身体健康 还是稍微要顾一下 各位属羊的宝宝们 那第二个呢 你的生意方面啊 不管是老的客人 或是新的客人呢 都会一直络意不觉得 财源滚滚来哦 好好的把握住 这周的工作运 是属羊的宝宝们 接下来呢 我们讲财运要注意的生肖了 财运要注意的生肖了 第一名 三颗星的是 属猴的宝宝们 属猴的宝宝们啊 这一周的财运 真的是非常的佳 非常的旺盛啊 你的投资得利 第六感 非常的强 不管是股票 还是外汇 或是期货 选中哪只标的呢 那哪只标的就赚钱 那第二个呢 是有人报喜 合作顺利哦 他可能手上 会有什么样的资源 而这个资源跟你共享之后 你会在上面赚到一笔 非常可观的财富 第三点呢 是关于买屋卖屋方面 属猴的宝宝们 这一周会得到大利油 尤其是房屋仲介的话 好好抓住这一周的食欲 加油了 属猴的宝宝们 那接下来呢 有两个生肖 是财运 比较往弱势走的哦 第一个是属蛇的生肖 属蛇的生肖啊 这一周啊 要淡房盗窃 你可能稍微精神一恍呼 就会让小偷有机可乘哦 所以啊 如果要出门远游的话 千万要记得 把房屋门窗紧闭 不要让小偷有机可乘 那第二点啊 要小心被骗 现在很多那种 关于什么疫苗 或是胃保暑打来的电话 就是跟你讲说 哎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让你汇款 这种千万要小心 而且哦 除了这种电话诈骗之外 也要小心朋友骗你 如果朋友找你去做一些 你不熟悉领域的投资的话呢 麻烦你三思而后行啊 千万不要这么容易的就上当了 再来哦 化解的方式呢 是这一周 请多穿黑上衣 第二个要注意的生肖呢 是属猪的朋友们 属猪的朋友们呢 这一周总是心不在焉 导致你出门的时候 很容易遗失你的财务哦 要是钱包掉了 那多不方便啊 里面有这么多的证件 还有信用卡 全部都要重新补办一回的话 那真的是蛮麻烦的 所以真的精神要紧绷一点了 第二个 投资会有损失哦 有人要找你投入一些 你不熟悉的领域啊 你是外行的领域的话呢 麻烦你好好的想一下 思考清楚 再多决定 好吗输出的宝宝们 接下来呢 我要讲感情要注意的生肖了 感情要注意的 第一个生肖是属老虎的 属老虎的是感情最佳三颗星哦 这周家里会有两件喜事发生 第一件呢 是男女论及婚嫁 真的很恭喜你们这对 新婚小夫妇 那第二个呢 是家中可能会有人怀孕哦 如果怀孕的话 大家好好的帮他们庆祝一下 这个新生的宝宝 是非常得来不易 好不容易才怀上的宝宝呢 第二个要注意的生肖呢 是属老鼠的宝宝们 属老鼠的宝宝们呢 这周其实是半喜半悠 优喜参半 那我先来讲开心的地方好了 开心的地方呢 就是属老鼠的朋友们 这周会相亲友成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就直接论及婚嫁 赶快抓紧这个好的姻缘 千万不要让他从手中给溜走 优的部分呢 这一个是女生 女生的属老鼠的朋友们 要注意 不要去插手 你朋友的感情室 你如果去给他当什么 臭诸葛的话 不是臭诸葛啦 就是臭皮酱 真的会很影响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哦 比如说啊 就是会有一些朋友 你知道 就是会在你的旁边 一直跟你讲说 我觉得你男朋友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听久了 就会觉得很烦 所以啊 属老鼠的朋友们啊 不要去瞎搅祸 不要去当人家的臭皮酱 其实人家心里是非常反感的 好吗 注意一下 那化解的方式呢 就是不要去管人家 显示酱就好了 好啦 那再来第三个生肖 是属马的朋友们 属马的朋友们啊 这一周啊 非常的好运哦 有老来得子的喜事 会发生哦 这个宝宝啊 真的是你们期待已久啦 真的好好的 保护好这个小宝宝 好吗 就是不要去做一些有害怀孕的事情 这样就好 那第二个是女生相亲会成功哦 而且这个相亲呢 会闪婚 就是你们可能11月认识呢 12月就马上谈婚论假 决定 哦 1月赶快去订个饭店 赶快结婚了 这样真的是非常恭喜你们 属马的朋友们 好啦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讲最后一个生肖 最后一个生肖呢 是属蛇的朋友们 属蛇的朋友们啊 这一周是不利难行哦 如果你要去远游 要出去玩的话 麻烦一下高雄以南啊 就高雄风山以南的话 尽量不要去 你这周如果去的话 会遇到爬售呢 然后东西会掉 还有会有病灾的发生哦 听起来真的是多灾多难 又掉东西又生病 这多花不来啊 所以属蛇的朋友们 这周真的要小心不要难行啊 属蛇的朋友们呢 这周的化解方式呢 是你可以在你的办公桌啊 或是你的书桌上啊 做一些小型的植栽 就是那种小颗的 不管是多肉啊 或者是花 都可以帮助你化解 这周的出行的灾害 好啦 那这周的提醒你一下 就先讲到这里了 12月7号是大雪 也就是代表说呢 接下来的日子呢 天气会越来越冷了 我有听说 今年的冬天真的是比晚年还要寒冷 我觉得像去年就没有很冷 今年的话 我已经开始在手脚冷冰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那12月10号呢 跟12月11是非常好的日子 如果这两天有人想要去提亲 或者是说媒的话 可以选在这两天哦 好啦 那如果有需要现场普卦 线上普卦 改名字 命盘 或是开运改运方面的服务的话呢 底下资讯栏 有我的联系方式 可以写email 或者是到我的粉丝专页 或是我的instagram 跟我联系 那祝福大家未来一周平安喜乐 天天开心 下周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小题大作 提心理一下 提点迷津 提升心脑 还有 记得 赶快帮我订阅 点赞 加分享 拜拜